嗯 哎 现在宫里 你早就没有什么 陈公公了 有的只是老糊涂 可是老糊涂并不糊涂啊 老糊涂 炮制了自己 假死的事情 哎 我要是不假死 恐怕现在 早就不在了 小道有一事相求 还请陈公公 刺脚 你是说那侍女图是吧 正是 就是李公公腰间藏的 那幅侍女图 小道不知道它是真是假 更不知道 它是不是在陈公公身上 是真迹 但不在我手里 那道 是被东营人掠去了吗 侍女图是在东营人手里 不过啊 不是一张 是半张 半张 是啊 东营人手中 也不是全图 那另外半张 一定是在陈公公手上了 不在我手中 但我知道那半张的下落 小道还请陈公公 巨石相告 你要想知道 那半张图的下落 也可以 你去拿 东营人手中的 那半张来换 只是小道也不知道 这些东营人 现在在哪里 何况 他们的身手 很是诡异 小道的道法 对他们无用 要抓住他们 恐非易事 他们那是东营忍者 所使用的是东营忍术 这忍术形式诡异 汗似妖法 但不过是物理招数罢了 你用倒数去打 那自然无效啊 难怪 所以上次在南书坊 与忍者过招的 是陈公公了 不错 是我 他们几个 潜入南书坊 已经多月了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 也瞒不过我呀 陈公公既然知道 那是女徒是假的 又为什么在南书坊 去阻止忍者盗徒呢 这阻止忍者盗徒 是为了让这两个太监 套徒 这也是李公公的 投梁换柱之计 可惜李公公还是死了 我俩苟活自此 本身就是赚了 没什么可遗憾的 不过 要是对付东营忍者 还得靠你呀 希望小道不负众望吧 好了好了好了 我困了 我困了 小道士啊 今日相会之事 你千万不要对他人提起呀 陈公公请放心 这个自然 好好好 去吧去吧 没想到这个陈公公隐藏得这么好 想办法把这件事儿让皇后知道 让皇后知道 说陈公公知道很多秘密 那 就是让他们去斗 我们等着看好戏吧 哎呀 乐平啊 我知道你愿母后看你的景 但你要知道母后都是为你好 最好 乐平 你自幼在宫中长大 不知道人心有多危险 一个小道士会些戏法 说几句甜言蜜语 你就亲信于他 母后 天部道长不是你说的那样 你知道什么 你才认识他几天 母后 你不是也刚认识他没几天 我在宫中这么多年 什么人没见过 最近啊 宫中不太平 你呀 没事别往外跑 那到母后这里来 算不算我外跑 母后这儿 昼夜都有侍卫看守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母后这里 它是后宫最安全的地方了 谁呀 谁呀 平儿 没事吧 母后 花后娘娘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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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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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还真是个神人哪 啊 有点意思 这人数行事诡异 看似妖吧 但不过是物理招数罢了 你用到处去打 那自然无效啊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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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闭关 居然骗我 哼 谁骗你了 师傅 说什么闭关 居然骗我 哼 谁骗你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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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用幻术来骗我 这不是幻术 是忍术里面的隐身之术 隐身之术 嗯 这个好 这好师傅 你教我这个吧 我学会了这个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去哪去哪 没有人能找到我 哎呀 太棒了太棒了师傅 你要是有这些歪门邪道的想法的话 这隐身之术怕是不灵了 我没咋念 我没咋念 我一直承恶阳善 帮你抓住那些东莹鬼子 鬼子 对呀 你看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 你说他们不是鬼子是什么 师傅 你教教我吧好不好 不过话说回来 这忍术毕竟不是道法 跟你说说也无妨 说 说破无毒 这隐身之术呢 其实就是障眼法 事先 你要先计划好 自己想要藏匿的地点 然后对这个地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并且要做到了然于心 这其中需要你有很好的观察力 还有记忆力 这下面最关键的部分呢 就是要准备一块布 这块布的颜色 要与周围的环境相一致 怎么样 是不是刚才看不到我了 这 就这样 就这样 不是 不是 你这也太糊弄人了吧 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法术啊 这确实不是什么法术 它只是一种物理武术 是体术 你这也太麻烦了 你还要准备那些布条 我还得走到哪儿 到哪儿 太麻烦了 有没有那种 撒 的一些变回来了 撒 的一些变没了 砰的一声 就变成一坨火 你说它是火炖吧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有道具就行啊 这什么呀 你看这个 这叫火雷珠 只要把它扔出去 发生剧烈的撞击 它就会 爆炸 真假的 这个好 这个好 那就玩吧 师傅 这个有什么危险没有啊 安全无毒 太棒了 你又忽悠我 启禀皇后 六王到 进来吧 六王请 参见皇后 六王来了 坐吧 谢皇后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这是昨晚有人扔进来的 陈公公 上面所说 不知是否属实 或许 是个圈套 这陈公公 是李妃的人 如果当年未死 现在改了容貌 假装疯子 那剩下的半张宝图 应该就在她手上 你想怎么办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还有 你可以拿此事 在太后耳边 吹吹风 嗯 太后 这宫里 真是越来越乱了 您看 连我宫中 都出现刺客了 之前庄妃 不提也罢 现在 居然出现东营人 您啊 不能再由着 那个天目瞳了 自从她入宫 出了多少事 那依你说怎么办呢 自从天目瞳入宫 旅犯尽规 太后仁慈 不知她罪也罢 速速将她 逐出宫去便是 皇后娘娘 昨夜之事 并非天目瞳之过错 这东营人狡猾 行踪实在是无法确定 再者 天目瞳进宫以来 朱妖有功 请皇后娘娘三思 我还没说你呢 你们锦衣卫 是干什么吃的 你看你手下那些人 一个大活人 在我窗前行刺 居然没看到 是属下的过错 请皇后娘娘致罪 皇后 芸香荣说的 并非没道理 那天目瞳 毕竟不是神仙 何况 是女徒被盗一事未了 还得依靠她 至于芸香荣 过去你功劳又不少 这一次 就暂不追究了 谢太后 起来吧 太后 行了 别说了 哀家累了 都退下吧 属下告退 臣妾告退 来来来来来 定了一手 开开开开 开开开 来来来来来 晓 开开开 来来来来 再来再来 来来来 一点意思也没有 干点别的 咱 咱 咱找点别的事做呗 多日未见小毛工 要不咱们逗逗她去呗 走 走走走 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 弄把死你 你还吓死我了 你还吓我一跳呢 你在这干嘛呀 来找你啊 你教我干嘛 我给你展示一下我师父教我的法术 师父 天不通答应教你法术了 是的 这么厉害 想看吗 想看 还不请我喝杯茶 快记了 就你一个人在啊 就我一个人 来 给你倒杯茶 你太客气了 走走走 快给我讲讲吧 呃 这个说来可就话长了 嗯 她呢叫火灵珠 她是 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一颗仙丹呢 你别看她小 威力巨大 威力无穷 被她炸过的地方 方圆几十里 那是村草不生啊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东西啊 威力不穷不说 而且特别贵 嗯 小蘑菇 那你给我表演表演吧 既然你这么说了 嗯 那我就给你变一回 好不好 好 看好 其实这个火灵珠呢 使用方法特别简单 只要用两只手指给捏住 只要轻轻这么一转 小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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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蘑菇 哪儿疼啊 快给我看看 看不了 哎呀 你不也没用吗 怎么会疼呢 我 我先走了 哎 意外 人生有好多的意外 你去哪儿啊 啊 报仇 哎呀 都疼成那样了 还报什么仇啊 小蘑菇 你小心点儿 你们都明白了 雷王 我得明白 去吧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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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头哪儿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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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的小东西啊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嘀 你才是东西呢 小老头我告诉你 上次被你害惨了 怎么了 我这次是来教训你的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嘿 这个特别贵 我 哪儿去了 还好没丢 还好还好 嘿 我发现这个老头腿脚还挺好啊 嘿嘿 道长 这可是好酒啊 一瓶够不够啊 足矣 有劳了 好好好 道长慢走啊 小东西还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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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猖狂到如此地步 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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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成功 你怎么样 成功 成功 人呐 六王赎罪 一群废物 本来我们是可以将老糊涂抓到的 谁知半路杀出个天母童 又是那天母童 那老糊涂人呢 估计现在已经一命无糊了 就算老糊涂死了 不过天母童居然能来救他 证明他们之前一定有了联系 那现在宝图 应该就在天母童那 这次我们没有料到天母童会出现 准备不足 再加上装备不足 六王带我们回去补充装备 打一嘴里狗 哼 要钱的时候说得倒真好听 好 我再给你们五百零 你们一定要给本王盯紧天母童 如果再出什么岔子 别怪本王下手无情 请六王放心 天母道长 徐大人 道长不必多礼 老糊涂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他儿死了 人都固有一死啊 可是他最后都没有把话说完 他最后都没有告诉我 另外半张图的架落 那接下来 道长打算怎么办呢 抓住东营忍者 我有个想法 假图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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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对你上次给我那些小猪子还有没有 金门不懂得敲门啊 我我我错了师傅 我错了 那个还有吗 你再给我点 我没有 没有了 出去 人呐 喊什么呀 冰器有吗 有 火器有吗 也有 哦 这些个咱都有 你先等着啊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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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哦 有几个东营人 来咱们店里买东西 买什么 一些兵器和火器 好 让掌柜的先敲他一笔 再卖点好东西给他们 明白 nich是那么一笔 人呐 掌柜子我 要的东西呢 喊什么喊啊 背着呢 来人 伺候着 来呐 有几位 欢迎欢迎 今天要点什么 飞镖一百个 天锁五十条 飞镖要哪一款 东营镇镖 新款还是老款 有新款 这是本年的新品 现在正在搞促销 价格优惠 拿来我看看 来 三儿 拿新款飞镖 给客官看看 这新款跟老款 有什么区别吗 您别看这一点小小的改变 它可是改变了 这飞镖的空气动力学系统 在同样的作用力下 这款飞镖 飞行距离更远 飞行速度更快 更稳定 这可是一款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产品 是您杀人越货 必备之神器 什么学 什么系统 就是可厉害了 你要不要吧 要 这这 三百八十两 多少 三百八十两 怎么算的 来 我算算 来 你听着我给你算算 你看看啊 忍镖两百两 铁锁五十两 忍刀一百两 还有你刚才喝的这壶茶 三十两 加在一起刚好是三百八十两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这是欺骗消费者 走 我们到别处买去 客官 您还不知道吧 现在朝廷可是禁止制造武器 整个城里 就我们一家卖这些东西 你这是垄断 你废话的那么多呀 回家拉倒 送客 等 等 我 我们少买点 火器还要吗 要 来 骡子 要点什么呀 火药无筋 烟无蛋二十颗 嗯 一百两 一百两 这怎么也涨价啊 买不买啊 不买 走人 对对对 这还差不多 掌柜的 这不就对了吗 我跟你说过的 我们的货都是 七十二家客栈生产的 嗯 同锁无期 质量也有保证 备货啊 得嘞 嗯 嗯 公主 您都忙活一早上了 快喝点茶吧 不喝了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走 去哪儿啊 皇后娘娘不准我们出门 要是没发现可就惨了 你就放心吧 出了事有我担着 你这忙活了半天 不会是要给天母道长送去吧 怎么了 公主 你居然给天母道长亲手做点心 你对她好的 你对她好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 嗯 你这么一说 倒也是 嗯 嗯 我堂堂一个公主 总是这样 是不是太没面子了 是是是是 是啊 嗯 可是面子算什么 我就想见见她 哎公主 要不这样 我们就装作很偶然地遇到她 然后我们说 我们做的点心吃不完 就顺手送给她了 哎 对啊 元儿 没想到你这么聪明呢 就这么办 走 好 走 走 走 程志远 你带她们几个去皇后那儿 如果上次的事情再发生 我要你脑袋 还有 各宫都安排人手 特别是南书房 明白吗 是 你们都下去吧 元姑娘 要不要 晚上把南书房的侍卫撤了 为什么 云儿 我们走 这点心不送了 不送了 自己回浴池 好 你看 这一圈儿下来 一吻钱也没剩下 罢了罢了 只要我们能找到宝图 王爷一定另有赏赐 但愿如此吧 三爷 三爷 什么事 掌柜的那边 一家按照您的吩咐 全都办好了 好 得给宫里的天木桶带个话 去 给我准备一只鸽子来 好的 小毛布 小毛布 师父你叫我啊 那 师父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是火灵钟吗 嗯 我 师父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嗯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什么任务 我 那我去了啊 谢谢师父 毕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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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毕 吵什么 刘王 我们这次决定了 不成功 并承认 不错 刘王 我还有一个不请之情 请将你手上的班长设计图教育 为什么 陈牧童狡猾之机 我怕他又以假图来骗我们 所以有了你手上这班长真图 我们就能辨别真位 合得上即位真图 合不上即位假图 你的意思是告诉本王 要拿真图去给你冒险 刘王 我以武士之学保证 毕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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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本王不给你 只要六王不相信我们 我们这就走 行 本王给你 谁六王 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来人 王爷 叫宫中多派些人手 万一他们失授了 我们去抢尸 是 怎么位置错了 怎么位置错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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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 你看这是什么 拿下 抓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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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六王 参见六王 六王 你可知道那些忍者身上关系重大 怎么会这样 道长 这可真是本王的不是了 不过这侍女徒事关重大 本王本想为道长您分忧 于是让手下暗自埋伏 就等到贼人自投罗网 可万万没想到啊 他们似乎没有听懂我说什么 就把贼人给杀了 回头我一定好好收拾他们 快看看有没有活口 不用 这点小事还让小道去做 喝了六王 你我还分什么彼此 道长查案辛苦 还是我来吧 大胆你敢忤逆本王 拿下 住手 这人都抓着了 还在这儿吵什么 天目瞳 那几个忍者的尸体 就交给你了 多谢太后 太后 这恐怕不 行了 从头至尾 都是天目瞳在查这个案子 你一个王爷 还跟他抢功 像话吗 他一定要遢阅 你帮助了 我不管 才能失败 我 没救过 人 是 不错 这是真迹 但怎么只有半章 这是女徒 曾经被一分为二 一半藏在李公公那里 另外半章 下落不明 不能下落不明 听不通 哀家命令继续找图 不得懈怠 遵旨 这半章图 已经落入太后手中 另外半章图 不知去向 放在太后那儿倒也好 就当是替我保管了 我随时想要都能拿到 不过 剩下的半章侍女徒 你要尽快找到 怕是不容易 现在毫无头绪 就连那个天木桶 也没有半点线索 我倒是给你找了个好帮手 你不是喜欢狗吗 我送你一只 既然侍女徒上有舍香味儿 那就一定逃不过这犬妖的鼻子 你们这些时候 无别的 有头去 那我失识你 是